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我毕生所求 只要能误导神之一生 我便再也不会缠着你下去 你有什么权利来决定别人的人生 围棋就是个垃圾的东西 别敢往楼底下扔起岔 你赢了 我今天就顾棋一个人 我不会下围棋 师兄 我是余亮 我想要亲自告诉他 我变强了 楚颜 我求你了 你别再离开了 行不行 楚颜 你见上我一面也行啊 真的是你吗 是我 相光 你回来了 当初跟我走的 是你啊 我好想你 我以为 你去找别人了 我以为 你不需要我了 我需要 不会的 你过一段时间 又会厌倦我的 也许你说得对 可能我还会放弃 可是我和小时候不一样啊 我见过了吴迪 见过了余亮 见过了你 你们都这么热爱围棋 一定有原因 我想再努力试一次 你留下吧 我们以后 又可以一起下棋了 请你带我进入 没棋的世界吧 只要你以后愿意下棋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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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师傅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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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你干嘛啊 我躺下 你干吗 别动 别跳了 你疯了呀 我躺下 我在 刚才那么垃圾的开局 还能追到只差半目 果然是赢过荣耀的人 该跳的也跳嘛 轻啊 没热闹吧 算了吧 没事 没事 我戴毛巾了 什么事都没了 还好还好 我戴毛巾了 没事了 怎么就回来了 就回来了呗 我想 水下说的那些话 都是我做梦吧 不是吧 你说你喜欢下棋了 求我教你 让我以后都别离开你 我怎么记着 是你说 以后什么都听我的 我勉强把你留在我身边的 做梦呢吧 一千多岁的人了 别耍赖啊 你以后 到底会不会认真下棋 湖水看着挺险 差点没把我淹死 你怎么一点都没变 谁说我没变了 我说了围棋这事 我想再试试看 没准我喜欢呢 你跟着我干嘛 你还愣着干嘛 你还愣着干嘛 你怎么 说回来就回来了 怎么了 你又不想让我回来了 貌似是我先问你的问题 那我不想回谈你这个问题 对嘛 喂 我 你不是就是要藏那些 入门的围棋书吗 白沈老师给你布置的围棋作业 你都做了吗 你要是想藏啊 就把你枕头下面那本 《少女战士》藏好 你说你回来一趟 你监视我就监视 你还出穿我干吗呢 可是你全知道 几乎都知道吧 我还知道 你最近练棋练得很辛苦 几乎每天都下到深夜 但是这围棋水准嘛 就长得这么一点点 一点点 威气也没你说的那么难吧 好像我稍微一动脑 就能会个七七八八 其实你一直都在吧 偶尔也不在吧 跟何佳佳那盘吓得真是太窝囊 你能不能教我点什么 一步KO一剑封喉的那种方法 大雅君子勿宿成 不会有本人的亲自指点 你定能比常人进步得快一些 来 现在我们就来复盘一下 今日的棋局 一剑封喉不太可能 但是找出它的破阵 定是毫无问题 你快歇会儿 不是这么多手 我哪记得住啊 你不是天才吗 我是天才 我不是机器人 那你看你能记住多少步吧 然后我就能记住开局那几步 小木 星位 小木 我 小木 and 然后他 背手脚 我就 拖挂 他就拖我 然后我 对对对 我前进了一个 就不记得了 少吗 你说好歹我也教过你些许识 你怎么就能进入这么几步啊 我跳红了 我缺氧 我肯 肯定影响记忆力 行 只要你努力训练 加以时日 定能掌握这项技术 这个要练会得多少时间 要两天了 两年吧 多少 两年了 我躺了歇会儿吧 两年时间 围棋太难了 一点都不简单 我就说嘛 还说什么要试试 你 我好像想起下一步 小光 起床了 起来了没有啊 起来了没有啊 六点半 起得够早的啊 你怎么这么一大清早 又把棋盘码出来了 学习就没这么早起过 妈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就说不行吗 你知不知道你马上要中考了 你心里没数啊 快点儿 快走快走 迪开又迟到了 快点儿时光就看你了 哎 来了 你吓死我了你 你怎么又出来了 你是不是打算一直就这么跟着我 让你 现在是没人 一会儿有人了 多别扭啊 这么让行不行 下回有一打相组 你就出现 你当时在试园小狗吗 再说了 你刚才要是在看齐 我才让你出来了 你昨天跟何佳佳那段企业 完全输在开局的大雪崩 现在这年头 大雪崩引发的惨剧还少吗 连职业棋手选择起来 都慎之肉慎 这个时候 完全可以避开复杂的变化 从这儿拐 黑子呢 不得不弃子 走外事打吃这颗白子 然后 这样 简明两分 局势啊 也不至于像你昨天那样 一边倒倒 可以啊 吴迪 你现在还会复盘呢 没有没有没有 这围棋的基本功嘛 你这书在哪儿买的 我也想弄一本学习学习 这书可是我的宝贝 那自己给你看看 别给我折角了 放心 我保证 好 我先上课了 不对啊 你怎么现在又喜欢上围棋了 因为围棋有意思啊 你装给你卖了 卢子可教也 不过小光 吴迪的基本功可要比你扎持得多 你怎么又出来了 我又没叫你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要你认真下棋 我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你 有这么委屈吗 我的意思是你干嘛突然出来 吓我一跳 行了 我自己以后会失严 我这次真的觉得 我会认认真真下棋的 我回来你开心吗 开心 叫尔他提出 当电流通过导体会产生热量 这个产生的热量呢 是跟电流的二次方式成正比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算公式 他当时是说 我回来 时光 时光 站好了 看什么看你 你不想上课是吧 以后你就给我坐那边 来 同学们 大家把课本放到第一十五页 下机开始 下机开始 看一下 我怎么又出来了 我又没下棋 这是什么书啊 这书 无敌的法 秋英 有人跟他下棋了 无敌 无敌 诶 时光 你怎么来了 这么好的事 干嘛藏着掖着 正愁没齐下呢我 好 你看清楚了 这个是围棋联赛团体赛 每队三个人 那怎么了 你再仔细看看 高中围棋联赛 是不是 陪你来之后 比你更像高中车 那就算你冒名鼎替算一个 第三个人也没辙呀 就 就咱俩呀 那你之前这么着急要教室干嘛 我以为你招到人了呢 我不是想 我想 如果有了场地 说不定 不然就能过来了 何佳佳 她有机下来啊 何佳佳不 何佳佳她是会下棋 但是 你觉得她能来参赛吗 你想参赛 我当然想参赛 谁不想试试什么水平 好 你想干嘛 没兴趣 你口口声声说讨厌黑棋 不是也和我下了吗 没兴趣 你想啊 咱们三个人 今天要是一起参加比赛 绝对是一匹黑马 夺贯乐福 就你和吴迪 还夺贯 别把我当破碑了 我给眼皮没你那么厚 快丢不起这个人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啊 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呢 围棋就是个垃圾东西 你是又要让我欺负你 你说她围棋下这么厉害 同时她又讨厌围棋 我觉得这里肯定有蹊跷 你知不知道她什么呀 我只知道她小时候学过棋 就在中山公园附近的 那个兴趣班 那会儿下得还挺厉害的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她就不下来 突然就不下来 突然就不下来 不会跟我一样吗 我不会 那她以来现在迷那么厉害的 什么意思啊 去那问问 一定会有收获 今天下午的课咱俩俏 啊 干嘛呀 破碍 大爷 不是大叔 我们是十三中的校园记者 我们想采访一个同学 他小时候在您这儿学的棋 在这儿学棋的多了 您问的是哪一号啊 他叫何家家 您还记得吗 年代久了吧 不记得这个孩子了 那边的柜子里面 还保存着过去的棋谱 你们可以去那翻了 谢谢大爷 大 大叔 谢谢大叔 你那儿有吗 没有啊 你那儿怎么样 看着呢 找着了 我找着了 喝一下下 太好了 太好了 赶紧 赶紧 怎么样 这太厉害了 你看这胜率 都是中盘上 嗯 等会儿 余亮 输了 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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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余亮 啊 余亮 我一直以为你多厉害呢 合着就是个千年老二 时光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我现在算是终于知道了 是什么给你幼小的心灵 造成了如此大的打击 哎 不就是个小小的余亮吗 有什么好念念不忘了 你听谁说的 我从来不道听头说的 你就说 是不是这么回事 哎哎 你越要打我 越证明我是真的 我是想帮你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 已经成为过去式的对手 放弃你爱的围棋吗 对 你就不像了 怎么着 走吧 我觉得他对围棋还是有遗憾的 我就问你一句 你对围棋到底有没有遗憾 滚 老大 没事吧 虽然你在围棋上拿的是亚军 但是你在咱们象棋上拿的是冠军呢 我挺你 你懂个屁 是 怎么样 何佳佳怎么说的 没用 体里运量 完全不好吃 我们明天就截止了 这样的话肯定没消 哎 要不咱顾个人 顾 不是 大哥 大哥我错了错了错了 错了哥 战斗比赛我们都不去了 没错 是因为余亮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 我何佳佳也不想藏着掖着 往来就是告诉你们 我不下棋 不是因为我赢不了余亮 而是因为我赢过余亮 赢过余亮 小时候我爸送我去学棋 我学得很快 每次我都得第二 第一永远都是余亮 就因为这个千千老二 没少让我爸揍 后来有一次 我终于赢了余亮 那天我特别开心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故意让着我 他好怕揍我 我听了之后 比输给他还难受一万倍 原来你就是因为这个 才不下棋吧 所以你一直逼我下棋 是因为我赢过余亮 我已经决定参加比赛了 省得让你们两个怂蛋 觉得我是单小鬼子 还有 我想拿一次围棋冠军 不过话可说明白 如果是因为你们两个 没拿到冠军 我绝对再把你们扔红衣了 还有 还有 这件事要是让第三 第四个人知道 谢谢佳哥 一中五是最厉害的 真的 这妈有点小兴奋 是紧张吧 有你在有紧张吗 你看你这才刚辅出 今天的棋需要帮手吗 昨天你看我复盘 差一点就全复出来了 是挺快的 还又学了半个多月 所以说嘛 这种小比赛 不劳烦您主大人了 只要我今天 不被人揭穿我 初初初的身份 就万事大击 你不喊就没人知道 你去按手 还好是社团活动 学校查得不严 没人揭穿我身份 就放心吧 这次比赛是团体赛 每队三场 赢了两场都能晋级 另外时间上 每人一小时包肝 对了 你们还要记住 那个桌子上 有一个时钟 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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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特别厉害了 帅 这就是历届比赛的 头号种子 实验中学 要是有全国威胁大赛的话 他们保底都能晋四强 幸亏咱们没遇上他们 让无人 可真就出师未捷 身先死了 说什么丧气话 怕什么 让他们看看 咱们十三中的威力 等你拿下第一场再说吧 肯定呀 没想到啊 你还是成了一名棋手 小妞 小猪 干吗呢 比赛还没开始呢 对不起啊 兄弟 不好意思啊 这是比赛中 即时用的 比赛开始以后 没下一步 你就按一下 我给你 我给你 不好意思啊 这时这孩子长大之后 第一次参加比赛 多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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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主将猜先 猜先 我用黑字 你用白字 哦 谢谢 谢谢 还有啊 好 你们十三中 怎么还要找下象棋的来凑数啊 幸亏是下围棋 下象棋的话 你活不过五分钟 下围棋你可以活十分钟 就是说可以多活五分钟 你 吴棋 你搞什么 你当时开券考试啊 还看书 为什么不能看书 鬼子有没有尽致 你就是看书才一直那么弱 对方不按盯视下的话 根本就没用 我知道 可是拿着书下 我心里踏实 这生案你扶着起来 宋学 你往往中了 不好意思啊 兄弟 这三十世代参加比赛啊 一个往往中了 一个一边翻书 一边下棋 还有一个 下象棋的过来凑数来了 组委会也太照顾了 行了 好玩下 你也太小笑他们了 揍着敲步 揍着敲步 我输了 我输了 我听不到 我输了 刚好十分钟 你这下得也太理想了吧 还要继续吗 胜负已经很明显了 就知道你不坑促 现在一生一负 只能靠无敌了 老师 十三中两胜一败 谢谢老师 怎么样 我最后那几手还挺漂亮的呢 还好有你俩 不然咱们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你跟我下的时候怎么就那么猛 这人 欲强则强 这个对手太弱的话 我没有什么兴致 我就再忍你一次 帮你圆冠军梦你还威胁吗 嘿嘿嘿 也是 啊 有没有不坑促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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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中学 三场全胜 我输了 承让 你怎么搞不懂你是大支入医还是智商前费啊 智商前费还可以啊 上次那半期是本人下的 我输了 对不起 这就是你的围棋 对不起啊 我可能没法帮你拿冠军了 我拿不拿冠军不重要 这次比赛它是背着学校参加的 只有拿个冠军 吴迪的围棋设才能继续办 如果你再这么随意 吴迪的心血就真全白费了 你努力了 我努力了 没想到我下的还这么臭 可是我不能孤出无敌的心血 好 我来帮你 放心吧 有我下一定能赢 二支十打吃 放心吧 我们一定能赢 啊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 我们能进决赛 你怎么还拿这本破书啊 就算靠体赢了也给我丢了你 不是你还给我啊 下午比赛还要用 有什么用啊 你要画定势为奇力 别想啊 能用上的 早就在这儿了 时光 嗯 你下午要延续你后半段的水平 明白了吗 气势 是 拿出我们的气势 起来啊 十三中 加油 妈 我不就要定端赛了吗 为什么要来上高中呢 你爸说了 定端赛之前 多学习是有好处的 之前你在国外学习 耽误了不少时间 怕你和国内的同龄人脱节 这好不容易才托人 找到这家学校来戒毒的 可是定端赛前后是很忙的 根本就没有时间来上课呀 到时候不行 就跟你请假吧 这段时间 您好好感受一下 学校的氛围 走吧 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我们实验中学啊 非常欢迎 像余亮这样的 优秀同学入学 我们实验中学 是传统围棋强校 围棋社在全国院校 也是排得上名次的 如果小亮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加我们学校的围棋社 围棋社 平时我练棋都是固定在棋管的 你现在也算是实验中学一份子了 总该为学校贡献一点吧 可是我还没有去 年轻人 不要着急说拒绝了 今天啊 刚好有一场围棋比赛 一会儿我带你去感受一下 谢谢林校长 右上角行为 十七至十六 小木 九至三 和他下脱腿定时 好 就是这里 全是高中的围棋比赛 我们围棋社也参念了多届冠军 这位是围棋社指导教练 丁老师 看来已经进入决赛了 这个学校有点眼神啊 这是十三中 今年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决赛 校长 您能借我看一下名单吗 嗯 好 预防 особ有点 你的 三至四 靠 浅光 您不要像个人偶一样 只听我的指示下气 要用心体会我的骑录 这盘骑是我专门示范给你的 就当是你多年之后 踏入实战的第一步 明白吗 三支七 加 我输了 其实 你比我想象中更强一些 赢了就赢了 你嘚瑟什么 我已经输了 能不能赢就扣你了 我输了 洪佳佳 我赢了 我输了 五支十 这样的话我们也赢了 我输了 撤了 难得这盘子能下成这样 这盘棋这么精彩 有你的功劳 可算下完 那我们真的赢了 那我们真的赢了 我们是冠军 对啊 我们拿冠军了 我们是冠军哪 我们的 我们赢了呀 我们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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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获得本次围棋联赛冠军的是 十三中围棋队 老师 我举报 时光他不是高中生 他跟我是一个小学的 他是初中生 差一点就摸到想背了 就差一点 不怪我 全怪我 不怪你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参加比赛 冠军没拿到 什么都完了 我骗你的 围棋车要黄的事 是我骗你的 学校还挺支持咱们参加比赛的 真的假的 我要不给你点压力 你能赢吗 都别这么垂头丧心啊 奖杯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可是实力上的第一名 何鸟佳说得对 虽然我们没拿到奖杯 但是赢的感觉还是挺爽的 原来这才是冠军的意义 我算是明白了 曾经是云洋那小子让着我 我是游勉奖王 但今天 我们是无冕真王 谢谢你们帮我完成心愿 援我一回冠军梦 不是 我们该谢谢你 是我们该谢谢你 明年要去参加高考嘛 不能陪你们一起玩吧 好好加油 我没想到 没想到 我们真拿了个冠军 看来围棋车招新的事 得排上日程 争取咱们明年 拿一个真的冠军 对 和佳佳说得对啊 这围棋的意义 和拿不拿冠军 也有什么关系 只要有机会下棋 回来遗憾 所以你重新回来 是因为我又下棋了 对我来说 棋在人在 棋亡人亡 干吗说这么伤态啊 我想好了 重新拿起棋 只是第一步 从今往后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你可以陪着我 如果你愿意 你能这么说 我挺欣慰的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 我 上次还提之时 三岁了 三十岁 那你 几岁养自进来的 二十八 你用了二十五年 当上的南梁第一起事 我现在十五 等我四十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已经超过你了 我这么聪明 还有天赋 说不定比你还早呢 只要你愿意学 只要你愿意学 我一定轻荡享受 你这么多年 参悟那神志一手 我参悟怎么样啊 在一个没有对手的世界里 何来神志一手啊 如果你要是在我身边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帮你 虽然说 神志一手是我毕生的目标 但是我愿意与你立下誓言 从今晚后 我不会再为了他强迫你 更不会让你替我下棋 当年你说得没错 我不该把你变成 第二个不开乐的小白龙 是我太子孙 我会指点你 让你尽情下出自己的围棋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来 来 来 九七年 六二九 这不是你来到我身边那天吗 你不会就是这颗超新星吧 扫瓦星 新星我倒是听过 这超新星 你怎么开始研究天文了 你这话说的 说不定能搞清楚你这怎么来的呢 你这么说倒是有几分道理啊 我觉得你就是因为 超新星爆发传越过来的 很有可能 我跟你说 想不到 竟然能在实验中学的围棋比赛 见到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刚刚那局下得不错 很精彩 只可惜 到手都冠军飞了 你看我对局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 但我没想到你竟然在这种比赛上浪费时间 我没想到你竟然在这种比赛上浪费时间 值得让我高兴的是 还好你没有放棋围棋 我真的迫不及待地想和你对局 看看以我现在的棋力 能不能追上你 手给我 等你准备好了 等你准备好了 随时打给我 就我现在这实力 我跟他下棋 不成了自取其辱吗 我可以帮你啊 不要 最后一天 我要亲自领教他的棋力 那如果你心意已决 最好亲自告诉他你的决定 说得对 你呢 这写得几啊这是 这写得是几啊 算了 都是偏意 有缘再见吧 我 在早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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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我 我 我 愛情面